各位好 我們來介紹一款 樂高 那個編號呢 是 75827的一個打鬼特工隊的總部 那今年呢 好像他也要上他的電影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成品 嗯 這個是他的說明書 很厚 那因為已經組裝完了 所以我就會把它再收起來 那這個人偶呢 他非常的豐富 就蠻多 蠻多的人偶 但這一盒有一個缺點 雖然說他片數很多 大概好像有三四千片吧 那他組裝起來呢 有 有這麼 算還蠻高的 適合擺在街景 但是他不是街景的那種一個底板的大小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當然有設一個設計還不錯 就是他可以這樣把玩 就是我們可以把它打開 要先開左邊 再開右邊 上面這邊有一個卡榫 要把它先推開 然後推開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得到 它裡面的一些裝飾 其實裡面裝飾還不錯喔 就像這樣子 整個可以先開 那這邊只能開到這樣子而已 所以大概一個L型 那這每一層是可以再拆開 但一般就是把它左右打開完就可以了 那這邊就還蠻多人偶的啊 像剛剛看到這邊人偶 然後 這邊還有一些樓梯 是上下層的樓梯啊 做得還蠻不錯的 然後這邊就是撞球桌 然後可能這是他們抓軌的一些實驗室啊 然後他們的寢室 那這就是他們的可能算一個休閒的地方 因為有廚房嘛 有什麼的 然後再來這邊還有一個還蠻可愛的一個廁所 廁所 還有馬桶啊 洗手台 全部都做出來 還不錯 這些實驗室啊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人偶在上面的話 像這邊有一個設計 這邊有一個設計 就是人偶可以扶在上面 然後馬上就像消防隊員這樣 然後就滑下來這樣子 然後這邊就是放他們的那些背包啊什麼的 那這邊呢 其實 空間蠻大的 應該是可以做拆解 就是可以把它拿掉 因為有抓軌車 其實它有另外賣抓軌車 抓軌車我有 但是我還沒有組裝 我可能會拆一台來裝這樣子 然後抓軌車就可以放在這個平台 就等於說是停車間嘛 然後它這個門就可以打開 就打開這樣子 它這算小門啦 但是 車子停在這裡面好像有點不太適合 因為 覺得 這個門 這個門開起來不是 它那麼大的門 我們把它 關起來 我再看一下 整體 先看一下 那像這邊它有逃生啊 設計逃生啊 然後每一個樓層都有一個門 還不錯 但是這邊是背面 所以我覺得這邊背面應該就是不要讓人家看 所以它就 算背面就比較沒有做 做一些造型 對啊 那這邊呢就是它的正門 這是它正門 然後正門的人偶 然後右手邊這邊有很多 鬼 抓軌就是被抓了鬼的一些 一些 一些 插在這邊好像飄的一個感覺 然後它這個 美式的紅綠燈也做得還不錯 然後下面它做了一個 可以這樣 動可動的關節 不知道意義在哪裡啦 就是可動的關節 那整體呢還不錯 整體還蠻有設計感 放在街景裡面 其實應該算蠻適合的 當然如果 以這個 目前這一盒是絕版的啦 所以 要買的話 當初定價好像是 15,999 所以現在如果 13000 14000買的到 應該都還算便宜 因為 最便宜可能也有出過12000 那 就大家可以自己再 參考一下 這一盒 這樣子 租起來很壯觀 然後再 配一個抓軌車 那就更到位了 抓軌車 我會再找時間組合起來 然後 你看 旁邊啊 這些啊 都有設計一些那個 一些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顆粒磚本來就 本來就有這些造型 所以它就可以 做出這種感覺 然後這邊就是單純用 那個 零件堆砌出來的效果 還不錯 那這邊可以隱隱約 看到裡面的 白色 所以如果要 把玩也是還蠻不錯的 一個設計 就是 有別 以前的那個 那個 街景它是 一層一層要拿起來 那這個是可以 直接左右掀開 所以整個設計還不錯 整體來說是 很大一盒的 謝謝